今天上午也就是5号 莫言启程飞往了瑞典 参加12月10号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有关莫言此行的行程安排 演讲内容等话题 莫言走前接受了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们来听一听 莫言告诉记者 抵达瑞典后 首先他将在瑞典皇家学院 进行45分钟的演讲 他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与外国朋友分享自己的文学创作体验 大学里面肯定也有演讲 然后刚到的时候有记者招待会 然后7号之前有演讲 然后好像得奖之后 还有很短的几分钟的演讲 演讲主要是谈文学 谈讲故事 家乡 亲人 风土人情都会谈到 标题还没完全定下来 大概就是跟故事有关的 就是说故事 讲故事 听故事 写故事 出生在山东高密 文学创作紧紧围绕着山东高密 家乡一直在莫言心中 占据着重要位置 历史上出自山东的文学大家 蒲松林更是莫言此次演讲中 要重点提及的 因为蒲松林是我的文学导师 第一 他离我们家乡很近 第二 我从小听着 很多跟蒲松林的故事 非常类似的民间故事长大 长大后又认真的读他的书 从他的这种作品里面 感觉他受了很多的教育 所以尽管不是一个朝代的人 但是我认为他是我的导师 此次陪同莫言去瑞典 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儿 还有莫言以个人名义 邀请到的几位重要嘉宾 我有权利邀请大概十几个客人 参加这个点 邀请了一些 翻译了我的作品 当然也翻译了其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翻译中国当代文学 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些翻译家 比如说像美国的葛浩文先生 日本的吉田夫妇教授 然后像意大利的李沙 米塔 法国的杜特莱 上德兰城 等等 他们应该从各自的国家走 是我来邀请 我觉得他们确实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而且我想中国文学今后要更多的翻译出去 比更多的读者所了解 要跟更多的各个国家的翻译家 广交朋友 通过他们来了解我们中国 了解我们中国文学 莫言邀请这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翻译家 同去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是想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谢意 而对于此前在网络上备受关注的 莫言将穿什么服装参加典礼的话题 莫言也以一贯的淡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服装它实际上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国有中国的民族服装 其他的国家有其他的国家的民族服装 这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这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我觉得穿着有意思 我愿意穿上去穿